大家好,我是小宁 最近超火的鱼汤做法 没想到效果真的特别好 准备三条鲫鱼 洗净以后呢,给它这样划上几刀 热锅凉油下锅 先不要动它 然后轻轻转动锅子 两面呢,煎到这种金黄色 煎得久一点,这样汤会更白 再找一个擀面杖 把鱼呢,连头的部分都像这样彻底的压碎 倒入开水 煮上几分钟的时间 鱼汤和裙带菜是绝配 这样呢,营养更加丰富,口感更加的鲜 这时候鱼汤也熬白了,什么都不用加 都是这样的奶白色 直接将它过滤到砂锅中 留下纯白色的汤 加上姜片 裙带菜 蘑菇 再煮上三分钟的时间 最后加入盐 白胡椒粉 小香葱,调味就可以了 非常鲜美的鲫鱼汤就做好了 颜色奶白奶白的 而且特别的鲜 蘑菇和裙带菜 让汤的营养也更加丰富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试试吧